今天是4月20日,一般人不会察觉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 但如果你的孩子今天出去开派对,然后回来身上有古怪的味道 家长就要小心了 因为420是大麻的别名,每年4月20日也是约定组成的国际大麻日 很多大麻爱好者都会在这一天的下午4点20分约在一起抽大麻 为什么会是420呢?原来这是七十年代美国加州五个高中生的小秘密 这五个孩子因为偶然发现一个废弃的大麻田 废田里面竟然还有大量的未收过大麻 于是这五个高中生就约定每日4点20分放学之后一起去到废田那里抽大麻 他们的行动暗号就是420 延续到今天,420也都成为大麻约会的秘密暗语 吸毒祸害我们说了几十年,偏偏还有人上钓 但近年就有一些不可以不正视的现象 就是不断有人以大麻不会上瘾,很多西方国家都合法化作为房子 想将大麻公开化,正常化 比如我们会在街上看到有人穿起一些印有大麻草的T恤 有人会从外国带一些含有大麻的糖果回来做手信等等 更惊人的是,根据警方2021年青少年窃毒犯罪的数字 初食大麻的青少年较去年同期急升了88.8% 而21岁以下窃毒的罪案里面,更加有40%是与大麻有关 可见,将大麻正常化、地面化的下一步就是有使孩子去犯罪了 大麻是毒品,大麻会上瘾,大麻会导致智力受损和精神病 重要的事,要说三次 过去,社会的毒品教育主要侧重在毒品的祸害 比如尿频,会有幻觉,会生冰瘡 说多了,大家开始没有感觉了 甚至觉得这些是长期吸毒才会有的问题 我只是试一下,不会有事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是毒品一次就会致命的祸害 那天跟警察朋友聊天 他拿起桌上一盒小小的芒果布丁问我 这盒布丁大概有几十克 你以为运这盒布丁量的冰毒要坐几年牢吗? 答案是十年以上 我真是客一跳 我以为要像电视新闻那些 搜出多少公斤、多少吨的毒品 才算是大毒梟 原来运运一盒布丁、一罐午餐肉 或者一包麦维他消化饼重量的冰毒 随时会被判十五至二十年的监禁 最近,警队就特别拍了一出微电影 找来真人现身说法 年仅十五岁化名的阿欣 就为了贪图仅仅一万元的报酬 帮人返运可卡欣 结果被判囚十七年半 十五岁加十七年半 阿欣的青春将会在监狱里面度过 他在自白里面心感悔咎 可惜恨错难翻 最痛的就是欣妈妈 他耿烟地道出了事实 他说这么小年纪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没了自由 没了青春 警方毒品调查科探员 在插毒之余 其实亦都为不少 这些这样的无知少年感到唏嘘 探员拘捕过一个小毒犯 他真的很小 只有十三岁 他竟然可以找来几个十二三岁的手下 帮他做包装 再去公园 评骗一些几岁的小孩 帮他们交送毒品 这个小毒犯说 他们专找这些在公园玩的小孩 叫他们把东西拿去另一个公园 回来就有二百元了 这些最小的运毒者 才得九岁 大家总是以为 未成年就算被人捉到 最多是警司警戒 但其实贩毒是极严重的罪行 不理你几岁 不理你运多少 总之法例写明 运十克的毒品 已经要坐七年监 十克是多少 一粒士多啤梨 就已经是十克了 代价就是七年 行不行人害怕 其实这个只不过是最低的门槛 因为运运毒品最高的认罚 是罚款五百万和终身监禁 一小包毒品换来一千多百的酬劳 外加最美好的青春 大家想想吃不吃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按下个铃铃呀 多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